大家好,我是Mr. Munson 今天會來講S2的5th Classroom Exercise 4B 不差ERROR 看看例一 已知去年共有71452名考生參加公開考試 若把考生人數寫入至以下的準確度 求所得的近似值的絕對不差 絕對不差到底是什麼來呢? 先看看 準確至最接近的千位 由於考生人數是71452 我們在千位即是1的數目指數 就是71000 這個所謂的71000其實是一個近似值 因為我們透過進位 我們想講得簡單一點 今年有多少名考生? 今年大概有71000名考生 原本的數字 即是真實地的數字 不是71 它是71452 這個我們就叫真確值 甚至乎有些人就簡單點叫真值就行了 那絕對不差是甚麼呢? 71452 和這個71000相差多遠 OK? 絕對不差 原來就是把真確值 減了近似值就知道了 那是多少? 絕對不差就是差452 真確值和近似值的相差 我們就叫絕對不差 看來看看 看看第2 準確至三位有效數字 我通常喜歡在那個數字上 選擇三個就代表三位有效數字 4452 就變成了近似值 就會是71500 到底71500 和真確值相差多遠呢? 差48 Mr.So不是 這次你又拿了近似值 減那個真確值 其實是這樣的 所謂的絕對不差 就只需要 理解了真確值和近似值相差多少就行了 政府並不是我們關心的地方 我們就是想關心他差多少 譬如我和你 我長大了 我和你差多少歲 我們差22歲 我們就想知道我差多少 差22 政府我們不需要理會 也不是重點所在 這就是在說真確值 看看部分B 比較A中的兩個近似值 哪一個靠準確 試解釋你的答案 當然是比較A1的絕對不差 和A2的絕對不差 哪一個的數值較小 即是個不差較少 所以我就說 因為 A2的絕對不差 是小於A1的絕對不差 所以A2的近似值 就較為準確 多謝大家 好 又到大家做即時練習了 請你Post Drive 然後回來一起對答案 多謝大家 好了 審題 相差是1, 絕對不測是1 至於Part2, 準確至3位有效數字 即是23629, 間3間 我們445入, 就會得出23600 絕對不測是大減少, 真確值減少近似值得出29 如果減少負數, 即是調轉了 總之絕對不測是正數 看看PartB, 比較A中的兩個近似值 哪一個比較準確, 試解釋你的答案 簡單, A1的絕對不測是1 A2的絕對不測是29 當然是小一點的絕對不測就比較準確 多謝大家, 拜拜